20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 提出坚持将高质量发展 作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对持续改善民生的改革 作出全面部署 决定提出的改革包括 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就业优先政策 建全社会保障体系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以及建全人口发展 期望做到解决民生最关心 和最期盼的项目 2021年初 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中国的脱贫攻坚战 取得了全面胜利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 全国人大前常委范徐黎泰表示 全面脱贫代表国内就完全没有贫穷问题 决定的内容反映中央仍然着眼这一个难题 特别是提防反贫 在今次也都很清晰地说出来 它是要防止反贫 要继续扶持一些需要扶持的人民和地方 扶贫我们成功了 但是当我们的生活指数上升的时候 会有反贫的危机 所以它也都在这个报告里面 提了出来是要一直要很小心地扶持 继续扶持一些比较困难的人群 决定提出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的改革方向 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 建全就业人员、农民工 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社保制度 当中新就业形态人员指的就是 与互联网平台、信息科技等相关的工作 例如网约司机、网上营销员 网约送货员等新兴行业的从业员 另外要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充内容 并覆盖到各阶层 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相关产业的政策等等 全会提出这些改革目标 期望举措落实和有成效 为人民带来幸福感和安全感 范徐例泰说 近年内地医疗资源不断提高 但最重要的是 做到决定当中提出的扩容下沉 即是要扩大覆盖面 令基层群众都享用到 医疗业的水平现在是有的 但是它要更加深入 要将一些最好的最新式的医疗方面的发展 要下沉 为什么下沉呢 就是去到人民那里 我们已经有很好的医疗技术 但是医疗技术 只是在上层那里 未落到老百姓那里 所以现在就要将这些最新的医疗技术 各种的药品 要等老百姓都有机会去需要的时候去用 范徐例泰强调 要次实做到解决民生最关心和最期盼的项目 除了靠中央的规划 也都要有赖地方政府的配合和投入 地方政府尤其要想办法增加地方收入 我想最基本的就是无财不幸 地方政府就现在财政上 有好几个地方的政府 就是入不敷出的 所以中央就是要将一些税务变成地税 不是中央收 等你地方收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地方的官员 要深入去了解民情 知道这个地方需要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引入一些对经济有利的发展能力 以往就是引入外资 现在包括港资 现在也不仅是引入 而是自己也要看看自己有什么 譬如说我有没有矿 我有没有一些资源 那这些资源如何去发展 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 必须要做的就是要保障这个环境 以及要减低碳排放 一系列保障民生制度的深化改革举措 彰显了为人民福祉而改革的意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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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